今天我有兩個影片因為 非常重要 這個影片會講到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加州的選舉明天就要投票了 所以大家請明天一定要去投票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注意獨裁者的出現 我們不用再裝著好像就是 Joe Biden有任何的優點了 他真的就是把美國搞得爛到一個誇張 他在阿富汗徹底失敗 然後他怪罪所有其他人 他把經濟徹底摧毀 然後他怪罪所有其他人 他對於新冠肺炎的疫情也徹底失敗 他要其他人也跟他一起怪其他人 這整個造成的情況就是 他接下來所有的政策 沒有一個是為了美國 或者是為了美國人而打造的 他接下來所有的政策 全部都是為了脫罪 把這一切的錯誤全部怪罪到其他人的身上 舉個例子就像現在被困在阿富汗的美國人一樣 他們的說法是 這些人是自願的 自願待在阿富汗的 我們很早就叫他們走了 他們不走是他們的問題 另一個就是 所有民主黨控制的州 就算是有各式各樣的封城還有商業封鎖 但是新冠肺炎還是一樣到處亂竄 他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全國都扯進去 說這一切是你的錯不是他的錯 簡單說就是如果任何人或者是政府告訴你說 他們要你一起打敗這個病毒消滅這個病毒的話 就全部都是假的 事實就是這個病毒會一直存在 這個病毒不可能完全消失 接下來所有的政策都只是為了政治人物脫罪而找理由而已 接下來就要聊到 Joe Biden上個星期 完全獨裁者的演講 這個是二戰後 美國政府要再度完全獨裁的方式 而且這些民主黨領導人 完全不在乎憲法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就是 拜登說我完全沒有憲法的權利來要求房東不能驅逐沒付錢的房客 兩個小時之後他就簽了行政命令 徹底的違反了憲法 這個政府一開始就說 政府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來去強迫美國人打疫苗 以下是12月的時候他剛登機的時候說的話 他自己也知道 你真的不是而想他自己是故障之的嗎 他自己的所說 他不覺得他自己是非禁止的 他也可能成立了很多 他用不需要使用自己的支持 他很無疑之的 我認為他自己是非禁止的 他類似的 長官們 就是他自己是非禁止的 每次這就是 可能想說他自己是非禁止的 沒錯 這是12月的時候 這位老人痴呆說的 因为这件事情他自己也知道 完全没有宪法的根据跟支持 我要再重新讲一次 接下来所有的政策 全部都是为了转移目标 全部都是为了要来推卸责任 拜登的目的只是要把所有的错误 从他的身上移开而已 与其就是面对阿富汗的惨状 跟现在经济的萧条 你要怪的不是Joe Biden 不是民主党 而是你的邻舍 你隔壁的人 你身边的人 你们要彼此的吞噬才对 你有没有认识没打疫苗的人 你应该要恨他 你有没有认识我 那你应该要恨我 我强调过这一点很多次了 就是目前在美国 还在害怕新冠肺炎的人 只有两种 一种是已经打过疫苗的人 另外一种是 还在看关键时刻的台湾人 这个非常蠢 我认为这个疫苗好不好 我不知道 但是根据统计数字来讲的话 绝大多数就是 你打了疫苗之后 你就不应该再害怕这个病毒了 不管别人有没有打疫苗 对你应该都没差 如果你打了疫苗 你还要再害怕 你身边的人没有打疫苗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不符合科学 而且没有任何统计数字支持的 而且是拒绝相信事实的一件事情 首先根据这些CDC的数字 根据拜登他自己说的 如果你打了疫苗了 你还是有可能传染这个病毒给其他人 那第二就是 你的死亡率 还有进医院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低的 这个疫苗很有效 因为我们很多老人都还活着 就是因为这个疫苗有效 这个政府如果要让人继续怀疑 这个疫苗的可靠性 最好的方法 就是持续跟现在一样 告诉这个社会说 你打了这个疫苗之后 你还是要继续害怕整个疫情 你还是要再害怕关在家里这个样子 那些没有打疫苗的人 可能会让你染病 而且这个 你还会可能会死 这段是完全错乱 而且矛盾的 这也证明了今天的重点 这个不是为了要让更多人打疫苗 也不是为了让抵抗疫情之类的 而且完全没有科学证据 一切只是为了要让Joe Biden脱罪而已 我们现在的经济萧条 不是因为有了什么Delta Variant 或者什么MU 什么variant之类的东西 现在经济萧条是因为 民主党控制的州 还有联邦的政府 白痴又愚蠢的决定 然后主流媒体释放出恐惧 让大家不敢出门 是民主党的城市 说你不能继续上班 因为你就算打了疫苗 你还是有可能生病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州里面 就业率最高的全部都是红州 然后出问题的都是蓝州 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但是这个原因很难看 所以Joe Biden就说 不要怪我经济封锁啊 不要怪我封锁学校啊 要怪就怪你的邻居 为什么他们还没打疫苗 就是因为他们 我才会继续封锁经济 就是因为他们 我才会继续封锁学校 那这个能有多恶心 就有多恶心 我要有这些不人道的规定 因为你不听我的话 或者是其他的人不听我的话 现在逼的我 只能做出这些不合理的决定 你或许已经乖乖打疫苗了 但是还是有人没打啊 所以说现在被逼的我 我只能做出这些政策 来封锁你们全部 就像我在台湾的时候 老师可能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然后就说这是谁偷的 蛤 全班给我起来半蹲 那个坏了一锅粥的老鼠屎 如果你自己不跳出来的话 全班都要跟你一起被惩罚 你们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要监视 恨 还有撂碑啊 你的同学 那就跟那个老师一样 Joe Biden跟所有独裁者 治理国家的方式 几乎一模一样 让人民彼此震恨 然后彼此投诉 彼此攻击 这个就是真正的独裁者 这种做法没有人性 无耻 龌龊 肮脏 一个下流的政府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Joe Biden到底说了些什么 先帮大家总结一下 他就是在说 如果你没打疫苗的话 你就该死 如果你打了疫苗的话 你更该死 因为这表示你不够生气 如果你够生气的话 然后去攻击你身边的人的话 或许这一切都会解决了 首先他说 那些还没打疫苗的人 应该要口诛笔伐 见一个杀一个啊 就是因为你们这样 我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对不对 我不是一个独裁者 美国还是 曾经还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你要不要打疫苗随便你 我不恨那些打了疫苗的人 也不恨那些没打疫苗的人 但是 Joe Biden是独裁者 所以他恨某些美国人 只要不乖乖听话的美国人 他就要叫那些其他的美国人 一起来攻击那些不乖乖听话的 那这里可以提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那些原本身上 有自然抗体的那些人呢 已经有很多科学报告出来说 人体自己制作出来的抗体 比疫苗有效很多 这些包括什么天生的抗体啊 或者是有那些已经得过新冠肺炎 然后好的 那些人为什么要打疫苗 这些对于这个独裁者来讲 都不重要 因为跟科学没有关系 跟健不健康也没有关系 是跟控制还有人民听不听话有关系 这是跟他想要脱罪有关系 他就是一直在重复同样的废话 如果说你没去打疫苗的话 我是被逼着去做这些事情的 所有的人受伤害 中小企业倒闭都是你的错 没错或许我的政策让你的生活失控了 我打击了你的公司还有生活模式 但是不是我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The vast majority of Americans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nearly three quarters of the eligible have gotten at least one shot but one quarter has not gotten any that's nearly 80 million Americans not vaccinated and the country as large as ours that's 25% minority that 25% can cause a lot of damage and they are 对谁 到底是对谁造成的伤害 对于那些25%的人啊 像我这样子的人啊 你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Joe Biden有多无耻了 基本上政府对于人民的管控 是只有事后发生的 简单的说就是 我可以在你面前 就是随便自由地挥拳头 直到我的拳头碰到你的脸上的时候 我就完蛋了 政府就可以管我 但是Joe Biden就在说 他可以管我 如果我在这边乱挥拳头 然后打到我自己的话 Yeah 如果你没打疫苗的话 你对打了疫苗的人 是没有任何危险的 你知道是谁说的吗 是Joe Biden自己说的 But the vaccines provide very strong protection from severe illness from COVID-19 I know there's a lot of confusion and misinformation but the world's leading scientists confirm that if you are fully vaccinated your risk of severe illness from COVID-19 is very low In fact based on available data from the summer only one out of every 160,000 fully vaccinated the United Americans was hospitalized for COVID-19 per day 那你在这边哭爸哭妈 哭天地干什么 我的外婆八十几岁了 OK 我妈六十几岁了 他们要去打疫苗 我非常鼓励他们去打疫苗 因为他们需要 有很多跟我同龄的人 也去打了疫苗 我觉得跟我没关系 我还是离他们远远的 因为我不喜欢接近人群 我认为我不需要打疫苗 因为我还年轻 the yeah 但是 Joe Biden在这边说的就是 如果你打了疫苗了 你就应该是非常安全的 疫苗非常有效 但是 你还是要恨那些 没打疫苗的 why 他就一直在这边重复 一些完全没有任何逻辑的废话 我们就再来浪费一下大家的时间来听一段 所以说目前这个痴呆老人说 你很安全 只要你打了疫苗之后 你就非常安全了 我们会尽力的 尽我们的权力 来让你继续安全 接下来他说 你很不安全啊 你很危险啊 处处危机啊 你都是因为这些人 ok没打疫苗的 可能你可能死定啦 那这边可以问一个问题 就是他为什么说你不安全 你身处危机当中 原因就是他想要封锁 他想要疫苗护照 他想要执行这些东西 因为他想要合理化现在的经济萧条 他想要合理化 而且转移你对于阿富汗的注意力 他唯一可以合理化这一切的方式 就是你怪罪你的灵社 而不是在怪罪周拜登 这个失败的领导人还有他的幕僚 全天下的人都是错的 但是服从领袖完成革命 这个就是所有独裁者做过的事情 现在也在美国发生了 感谢大家收看 也谢谢辛苦的菲利亚 今天辛苦的剪了 剪了两个骗子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继续关注AI News